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 发表讲话时表示 香港警队无愧于全世界最优秀警队的美誉 他称赞香港警队是香港的骄傲 也是国家的骄傲 是香港的英雄 回味此番讲话时 香港公共行政学院院长 前香港警务处处长李明奎深感欣慰 我很高兴听到夏主席说这句话 因为我个人觉得香港警察 滴滴可以说真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警队之一 在过去朗年我们看到事实证明 香港警察就是一个优秀的警队 回顾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年来 李明奎深切感受到香港社会逐步恢复安全稳定 令他人敢担忧的是极个别下决心要搞事的人 和别有用心美化暴力的些许端倪 李明奎说 这需要做足两方面的工作 来促进人们对香港国安法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我觉得在香港国安法推出之后 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的 用我们一句话就是恩慰病师 所谓恩就是要教育 香港国安法里面这四个违法的行为 其实比较复杂 一般的香港人不太认识 所以我觉得政府也好 就是有些人也好 应该多做一点功夫教育 另外呢 不为就是有故意挑衅 故意对香港国安法 明知故犯 这是我们就是要依法方式 你违法的后果就是要受到法律的计划 李明奎认为 日趋稳定的香港社会 令外部敌对势力和西方政客坐立不安 他们不断伺机透过重商香港 以打击中国发展 例如美国政府日前 向在香港经营的美国企业 发出所谓商业警告 唱衰香港投资环境 而香港美国商会 随即发表声明指出 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仍然是东西方贸易和资金流动的 重要且活跃的推动者 不要少看投资人他们的智慧 他们在其他地方也有投资 他们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的手段 他们都了解 所以这次可以说 在美国总统说了这个话之后 香港的美国商会做这个新名的话 就是给他的一把奖 李明奎进一步阐述 爱国者治港是必要前提 毋庸置疑 他更为关心的是治港者的管制能力 香港有很多对政绩有兴趣的人 可能趋于一时的冲动 也可能趋于他个人的一个取态 但对管制这块可能经验不够 也可能能力也不够 在这方面我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 这些人需要多学习 多了解香港的这个政治环境 香港的历史 香港社会上的真正的要求 作为香港公共行政学院的院长 李明奎十分看重香港公务员 对内地发展的了解 他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对两地公务员的交流 提出了更深更贫的要求 他将致力于两地文化及方法的调和 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培训更多有用人才